- 乩! 那这样头有没有比较下去? - 有可是还没有到 -我知道 大姐如果妳以后看到家妈妈头抬起来对不对 - 嗯哼 - 你两边 用大雨季的地方摇下去 因为我们缩的时候这阵子还不够这样缩 - 嗯 把他撐開,他腿就撐開了 但是不用太大,就是這樣 用這個大魚劑,不要用這個 這個地方太硬了 用這一塊,然後這個肩關節 這個壓著 他會撐一下,撐大概一兩分鐘 他整個頭就會下去 你用骨頭那一塊他會痛 硬碰硬嘛 這樣 慢慢放鬆,然後他好像說起來 像下面啊,他那個胸給他打開 他頭基本上就會下去一些 嗯 然後我們再做其他的 因為他家媽媽就是會縮起來 那你不要去板他頭 那不舒服 我們板這邊,他自然那邊也會鬆開 嗯哼 他現在應該會比剛剛有下去一點 嗯 那他現在應該還在用力緊張 然後放鬆一點他就好了 我看到他的脖子的那塊 肉,那塊肌肉非常的骨 對,因為他在用力啊 那你要不要先弄他的脖子 我知道 先弄他的脖子,讓他可以下去 因為我一碰他腳的話 他立刻又骨起來了 嗯哼,你看非常的骨 那你們看他頭抬起來 你又把他墊頭 事實上這時候其實最好不要墊頭 嗯 因為他想要放鬆的時候 你已經撐住了 他下不去了 好 其實他用力 像我們用力沒辦法用20小時 一定會放鬆 嗯哼 可是這時候 因為我們一般 其實應該說他在翻他什麼 他會緊張都會說 說你會覺得說 啊,頭翹腳步就把他併高 嗯哼 可是當他要放鬆的時候 他發現 他下不去了 嗯哼 大家知道 我緊張我會說嘛 嗯哼 他說了我現在不緊張了 我要放鬆 不好意思 我就把你卡住了 嗯哼 所以 說正常來講 你在怎麼緊張 一定會有放鬆 嗯哼 可是放鬆的時候 這時候 如果你把他卡住反而不好 因為他緊張一定用力 啊用力 你看他 放鬆的時候 應該讓他有空間 而不是說看他緊張 把他撬多高 我就把他變多高 嗯哼 那他放鬆了呢 他反而被壓迫住了 嗯哼 所以 有時候 我覺得說他緊張 他肌肉再用力 懸空就懸空 反而他肌肉板住 又不會怎麼樣 嗯哼 然後呢 等他放鬆他這樣就下去了 嗯 嗯哼 所以不用緊張說他用力 像我現在手用力 嗯哼 空住 啊你這樣給我卡住 那我要放鬆的時候 你就鬆不開了 嗯哼 你就會一直緊繃 像大姐 嗯哼 你手借我一下 像假設齁 你現在很緊張 你會用力 嗯哼 就會拱起來 拱起來的話 我發現你這樣 我把你壓住 你現在放鬆 你這邊也是都拱著 一直在用力 我現在一直把你壓著了 不跟你放鬆 所以你想放鬆 你放鬆不了了 嗯哼 這樣你就 我現在把你頂著 你是不是這邊都一直覺得有點壓迫感 嗯哼 那你現在想要放鬆了 嗯哼 鬆得了嗎 嗯 鬆不了了 嗯哼 所以這邊就一直在用力了 嗯哼 其實這時候就是說 你用力 你用你的力 我還是放鬆這樣 等到你哪一天 沒力了 不要下來 就放鬆了 嗯哼 大姐了解我意思吧 嗯就是 那你們現在 我們一般的人 在看到他緊張對不對 嗯哼 你就想要把他墊高 嗯哼 可是那個墊高對他沒意義啊 嗯哼 因為他本來就是自己用力的啊 嗯哼 他等到放鬆 他這樣就下去了 嗯哼 所以不用太緊張太用力 他用力把 就用力就用他的力啊 嗯哼 我現在用力 啊 你現在把他墊有沒有墊都沒差 因為他就是在用力 嗯哼 可是他等到說 累了 叫喘口氣 你這時候又給他卡著 他舌頭就塗了 因為他 有點把他壓迫住了 嗯哼 所以那個有時候 不要太緊張 嗯哼 不要太緊張 對啊 我也注意到他有時候 舌頭是吐出來的 因為他要放鬆的時候 他被頂不回去了 哦這樣 他頂不回去了啦 哦 原來是這樣 對 所以你有時候太緊張 反而對他 就是說你比他更緊張了 嗯哼 他已經很緊張 你比他還緊張 嗯 所以有時候他翹起來 你不要去理他 哦 頭翹起來不要理他 對 嗯哼 他能夠放鬆的角度 你把枕頭弄到那個角度 他等他累了 他自然會彈回去啦 嗯哼 他現在是自己在用力 嗯哼 等他要放鬆 他是不是就回去了 嗯哼 可是如果你把他頂住 不給他回去呢 嗯哼 那就是很累 問題是我們以為他已經成型了 可是 沒有辦法放回去了 你看看他只要放鬆 嗯哼 他其實都是回去的 嗯哼 現在我在用力 他就很緊張 他就會翹起來 嗯哼 可是我放鬆 他慢慢就回去了 嗯哼 嗯哼 因為那個肌肉 不在他正常位置 所以 有時候齁 嗯哼 我們小姑都是 沒有適時給他放鬆 嗯哼 其實從以前 可能就是 他還沒有做過的時候 他的枕頭越睡越高 對 對 越睡越高 事實上那時候應該就要放低一點 他一開始會有點不熱 然後 等他睡著的時候 肌肉都鬆掉的時候 其實就回去了 哦這樣 對 你可以試試看 當他熟睡的時候 他肌肉其實都放鬆 都回去了 嗯哼 可是如果這時候 你又把他撐住對不對 他就變形了 哦這樣 了解 了解